其实让人很担心 也很害怕 这样的罗姓祖贤 他当时到底在想什么 你可以关注到 这是警方在今天 最新公布的画面 我们昨天不是特别说到吗 这名少女 他是被关在 这名罗姓祖贤家中的密室里面 而当时警方也公布了 他们找到这个密室的过程 结果他们在这个里面 竟然还找到 有商人的美工刀 以及折叠刀 甚至还有四级毒品 而整个过程当时是相当紧张 药物来服用 但说真的有可能吗 一个14岁的小朋友 他怎么会知道 所谓焦虑的药物 应该要服用什么样 可以评估他的心情 接下来就是 有没有涉及到诱拐这个部分 他说没有 他只是介绍工作给他而已 他没有想要对他怎么样 但是你为什么要囚禁这个人 他说单纯的 只是想要两个人在一起 只不过之前我们也说过了 他是在这个14岁的 少女生的脖子上面 套了一个有垫的项圈 说你如果不乖 不听我的话 我就垫你 结果他的反应也是说 没有啦 我只是想要吓吓他 没有想要真的伤害他 你听到下来 你就会发现 对于所有的东西 他都撇得一干二净 所以在警方今天 直接最新的决定了 就是生压境界 而另外昨天 还有很多关心人 今天或许有些观众朋友 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些人 可以无保请回呢 他们难道跟这些案子 完全没有关系吗 检方也有他们的理由 包括这名王姓男子 检方说是因为 他跟罗姓男子 共用电话跟mail 他也只是这个 出租套棚的管理员 他对犯案的情节 应该不清楚 这是他无保请回 重要的关键 再来罗姓男子 就是当时这个少女 从高雄坐到新竹 载他的这个司机 他只是负责载送少女 而且手上拿着手机 在大台北软绕 要来干扰警方办案 检方的意思是说 他也不是犯罪的主要行为 而另外 有关于这名罗姓嫌犯的老婆 他也跟检方讲说 其实我们两个人 早就已经分居了 他只是刚好回到新竹家 所以检方这边 直接排除他设案 已经把他从关心人 列为证人而已 但是说真的 今天这名少女 大家都很关心 他的状况到底怎么样 今天少女的父亲 他有出面跟大家说 他说大家还记不记得 当时这个案子可以破案 是因为他的闺蜜 这个少女的闺蜜 他非常的激紧 他看到少女离开的时候 搭乘的这一辆白牌车 他立刻记住 这辆车的车牌号码 就是这个闺蜜 给了警方线索 而这个闺蜜在今天 也有跑去看这名少女 他说两个女生 看到一起的时候 直接抱头痛哭 再来就是 当然这几天 虽然我们有说到这个少女 看起来好像很冷静 但是她还是受到了很多惊吓 所以她在家是吃好睡好 暂时不会去上学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 现在中国大陆最新的状况 之前我们不是说 他们的粮食短缺 所以习近平就跟大家讲说 一定要洗食 但是现在中国这边 难道也出去了 所谓缺水吗 我们不是说 不是有洪灾吗 那怎么会缺水呢 原来是因为这样 洪灾毁损了农村的饮用水 现在中国大陆这边 有40万人饮水是有困难的 所以现在习近平也呼吁说 大家水要省着点用 而另外我们说到 洗食这个方面 大家都知道嘛 包括中美冲突 还有洪患 黄灾 疫情等等的影响 所以在中国这边 有一个最新的报告 就是说 在2025年 他们的粮食缺口 恐怕会达到1.3亿顿 结果在江西省 有一名女生的副校长 她竟然当着学生的面 把剩下他们吃剩的 这些没吃完的早餐 全部都吃光了 她说这个叫做光盘行动 她还把这个影片 PO到网路上 让大家觉得 这个副校长 真的很会作秀 听在南海这边 南海的疫情复燃 教会的群聚感染 破千人染疫 这一次就连军队 也跟着一起沦陷 因为有一名信徒 把病毒带到军队这边 传染给了5名军人 而在首尔有一家医院 也爆出群聚感染 医护人员也接连确诊 不过面对这么多重症患者 首都圈却只剩下9个病床 南韩的医生也在罢工 人力严重短缺 现在韩国这边的医疗体系 面临崩溃 疫情的发展 我们还要来关注 在西班牙这边 最近一个礼拜 竟然新增超过 5万3千起确诊 而最近在印尼也出现了 比武汉肺炎感染力更强 10倍的 D64G的病毒的毒株 现在全球都在 饱受疫情肆虐之际 在法国药场这边 又传来了一个坏消息 一号的时候 他们发表了声明 用于治疗武汉肺炎 重症患者的关节炎药物 第三期国际临床试验 结果没有达到评估标准 在两个城市中 大家就觉得说 看起来真的很不一样 好潮哦 原来他上了时尚杂志 而在整个访谈的过程当中 他也跟大家讲说 整个抗疫的过程 他最难忘的就是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踏上宝皮信号 告诉大家可以回家了 第二件事情就是武汉包机 回台的乘客 一一下飞机的内察呢 因为他这次登上了 时尚杂志之后 大家也去回头检视看看 其实阿中部长 他平常私下的时候 他有一些细节的穿搭 也可以说是蛮巧的 像刚刚他那些流苏皮鞋 也显得很实际 是另外大家也还记得 那个时候他要来推台湾 国内旅游的时候 他跑到墾丁 脚上踏着一个木鸡 也立刻引起了风潮 接下来天气变化 立刻把时间交给一声 好 观众朋友午安 一同午安 先来看看最近的天气 真的开始转好了 另外台中有一位民众去年5月 向市府检举说 他的邻居正在违建施工 但市府却姗姗来迟 直到三个月之后 这个老屋都已经翻修成违建豪宅 导致老旧的透天错 却增胖70平 原本急报急拆的案件 变成列管排拆 排拆日期 最快最快 要等到25年以后 接下来 就算了 总接下来 装断的